当你被最好的闺蜜吓唬是一回事 当你被自己疯狂的男性朋友吓到时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我受不了这个了 快看 我的心痛死了 那只可怜的狗正坐在那里 等待它的主人 为什么我们又看这个 我每次都哭 我受不了这个了 快看 我的心痛死了 巴塞罗娜输了 2比0 守门人在想什么 多么令人难过的游戏 我们应该读马德里的 冷静兄弟 贝拉 看看这些孕妇多么甜美 他们不漂亮吗 我们想象一下 有个大肚子 我们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有一些气球可以用 想拍照吗 好主意 我当然想 我的宝宝好大 我们怀孕后看起来好棒 朋友们也喜欢吹气球 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噓 叮 看 要看我模仿老师吗 我需要加上一些东西 你觉得我的胸部如何 我只需要刘海了 还有眼镜 根据莎士比亚的说法 我是笨年度最佳的老师 那边怎么回事 迈克 噓 他在看 快点 销毁证据 小心 太多汽水可能会使你打嗝 哦 对不起 没关系 亲爱的 我们继续看 打嗝 打嗝 打出男人的竞争精神 我们来场打嗝比赛 谁可以打得更大声 当女孩见面时 他们交换甜蜜的脸颊吻 妈 不是很可爱吗 哇 当男孩们见面时 他们的仪式要长得多 而且更复杂 这可以追溯到 尼安德特人的古老传统 它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希望他们在晚餐前做完 披萨来了 女孩们吃完了 直到最后一片 只有一片剩下了 你吃吧 不 你 不 这是你的 好吧 我们现在把它放入冰箱吧 最后一块披萨 我好幸运 放手 这是我的 女孩们 女孩们如何互相吓唬 你吓到我了 我的天哪 艾莉 你又差点让我心脏病发作 朋友们如何互相吓唬 比如拳击 拳击 你的裙子被卡住了吗 你最好的朋友会永远掩护你 你最好的朋友和一个女孩调情脱掉裤子兄弟 哦哦 都没有趣的情况 男性团结有点过了 女孩们在派对前互相化妆 你涂这个眼影好美 我可以帮你修容吗 哦 我喜欢 女孩们化妆皇后 派对结束后 朋友们互相化妆 麦克睡着了吗 太棒了 我帮你修眉 老兄 阿尼 你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 早上好 怎么 不过这种颜色对我来说看起来很棒 无论如何 我看起来都很帅 嘿女孩们 哦不 我们穿着同一件T恤吗 哦不 真是个悲剧 没有人可以看到我们在一块 快逃跑 嘿兄弟 哇哦 看 我们穿了同样的衬衫 兄弟 我们自拍吧 标签 最好的朋友 阿尼 亲爱的 这是给你的 给我吗 哦 我的天啊 我最喜欢的化妆品牌 我爱你 贝拉 谢谢你 丁 这是给你的 新的游戏卡吗 谢谢男孩们 不是的 骗到你了 是化妆品 你真的需要给那个丑陋的杯子画画了 恶作剧日快乐 阿尼的男朋友甩了他 真是个混蛋 我要删掉 我要删掉和他在一起的所有的照片 拆他所有的贴子 我现在需要我的支持系统 贝拉 快过来 我真的需要你 我来了 真正的朋友会永远支持你 他会给你一磅纸巾 整夜安慰你 阿诺德甩了他的女友 救护 我们给这个男孩举行单身派对吧 你又自由了兄弟 我们整夜都疯狂吧 女孩们正在健身球上锻炼 或者至少她们表现得像锻炼一样 给我拍张照片 拍得好点 哦 我看起来好棒 这些男孩们表现得就像相扑血手 你输了这一回合 迈克 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另一张电影票 真正的好朋友总会找到方法的 只需穿一件非常大的毛衣 进来 爱丽 弄舒服一点 对不起男孩们 你们能不能让准妈妈先买 一张票 拜托 哎呀 孩子在踢我 谢谢 健身房里的女孩喜欢自拍 男人们喜欢展示自己的优势 举重并不是停止我们谈话的理由 兄弟 这是 SPA的 我们放松一下 做仰卧推举吧 鸡赏朋友 努力锻炼 我喜欢在跑步街上慢跑 进行有趣的聊天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优雅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优雅 耶 这就是绿巨人锻炼的方法 如果你不在故事中发布锻炼 那么有什么意义呢 多么棒的锻炼 你喜欢我们关于男女生如何对待朋友的故事吗 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 告诉我们这些小片段是否使你想起了你的朋友 并告诉我们你们在一起时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吧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和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乌乌上任何关于友谊的搞笑的视频哦